好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实验就是用这个C-Stick完成对于这个风秒计时的一个时钟 就是用C-Stick来产生这种秒信号 然后由秒信号来产生一个叫做分信号 然后通过然后进行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的显示方法的话 前面我们学了一个LED灯 那么LED灯的话肯定不好显示这样的数据 那么我们还学过一个串口的输出 通过一个Print App或通过Send函数向串口发送数据 这是我们第二种可以显示数据的方式 当然了如果我们学到后面我们还可以用到这个数码管 对吧 甚至我们还许再往后面我们还可以学到这个液晶 我们都可以用来进行这个数据的显示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还没有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就暂且用这个券口进行输出 那么我们通过上位机观察 观察这个时钟 这个时钟的变化 好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概的这个要完成的任务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怎么样编写这样的一个程序 首先第一步咱们就要把这个 考一个工程出来 比如说我们首先就从还是从这里来 因为这个是我们由RD3可以发送到界面上的一个历程 对吧 我们就用这个历程 那么我们要用到历程 咱们就用到SysTick SysTick.RAM就把这个考进去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打开这个工程 好 打开这个工程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main.c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的这些GPIO 这个UrT3的配置GPIO的配置 这些配置 但这个可以不要 放这里 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你不引掉它也无所谓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配置 就是我们那个SysTick的配置 所以我们还要增加一个叫做SysTick的配置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增加一个SysTick SysTick的什么Configuration 咱们也增加一个这样子的配置 对吧 好 那么SysTick的Configuration的话 咱就编成 咱就写在这个前面吧 咱就写在这个前面吧 SysTickConfiguration 那么对这个里面进行一些配置 咱们配置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来看一下说明手册 在我们的说明手册里面 在这个参考手册里面 是没有 没有这个SysTick的这一章 根本就没有这一章 因为SysTick是它是属于这个 STM32芯片的内核里面的 那么但是这个 这个就固件库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在这里 已经实现了一些固件库 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 它无非用到的这几个计程器 Ctrl计程器 Load Wheel 和Clip C leaves 对不对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了 这是我们的技术值 这是我们的装载值 这是我们的控制和状态计程器 好 那么这里面 来讲就应该有一些 库的一些 这个库的函数 第一个固件就是 ClockSourceConfigure SataReload 试着重装值 失能 使能 IDConfigure getCounter 得到技术值的值 getStatus 首先我们第一步 我们也知道 我们通过前面的讲解 我们第一步干什么 首先在配置之前要怎么办 要将这个 这些config又把它怎么办 要禁止它的 对不对 这是首先第一步要禁止 我们PVD前面也讲了 首先要什么禁止 所以我们把这一段话 考过来 这是我们的配置 快抽入了 所以我们的工具也开始 接着重装值的 空洞 我把这些 我把这些 里面也认为 没有 按照 里面也要 这些 有 先把这些烤过来 烤过来有点问题 那我这里首先把这个失能了 这个失能我们这里讲了command command失能和失能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函数command函数 command函数有两种曲折就是这个函数 这有两种曲折一种是disable 我们首先把它disable it也把它disable it的中单也把它关了 然后选择是系统的时钟 选择是hclk的时钟除以8 hclk是多少时钟呢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找 在这个里面configure rcc这里面找hclk就等于sysclock sysclock就是系统时钟 也就是pl 这个pl等于8 8乘上9 被屏之后乘上9 就得到72兆 那么72兆就是sysclock hclk 这个bar 是这个plclock 那么这个就是sysclock 系统的时钟 那么这个h h就是这个hb总线的时钟 是等于系统时钟的 好提一步 然后我们这个 系统时钟是72兆 那么这样子讲的话 hclk是72兆 再除以8 那就得到什么 9兆赫兹 配置为9兆赫兹 然后设置它为9000 然后9000的话就是什么 9000乘一个9000 除以9000 除以9兆的话 那就是什么1毫秒 1毫秒 那么1毫秒不够 是不是1毫秒不够 是吧 我们是秒信号要求 我们在这里 如果是我们为了得到秒信号的话 我这里可以是这样 我乘上 再乘上1000 看看 再乘上1000 9000再乘上1000 那我就得到什么 9兆 是吧 我本身的频率是9兆 然后我设置的是9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得到的就是直接什么 1秒一下的信号 对不对 1秒一次的信号 那么自然而然我就得到一个秒信号了 然后这个itconfig咱中的呢 关了咱就不开了 咱不用到这个itconfig 好做完之后啊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时钟怎么办 啊 使能 使能 使能怎么做呢 就是在这里的把这里的disable改成什么enable 把这里改成enable 好 我们在这里保存编译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参见发现是个错误 这个说个错误 他就是说undefined symbol 这几个函数啊 没有定义 啊 那没有定义是怎么回事啊 好这几个酷函数咱没有没有定义 找不到定义对不对 找不到定义咱 啊咱们在这里就没这个酷函数里面没有加进来 咱们就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加进来 那这框数里去找 找谁呢 我要找cstick.c 对不对 把这个框数加进来 ok 我们现在就有了 有了再重新编一下 啊 看他能不能找到 现在我们发现他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他告诉我 我的代码是5k 啊 我的这个数据356 我这个data rw的data是44 jidata有028 我这里就有了一些基本的信息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接下来啊 我们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好的配置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咱们配置了他 那配置了他 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 咱们还得把 哎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以内部 外部始终元然设置了 reload 咱也设置了 然后是也使能了 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得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对吧得到是指为0的这个状态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里 这个下面就可以直接写一个什么延时程序了 好 这延时程序 而写等待程序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叫rccconfig 蛮主意 ernizz 这个好像不需要开启 为什么不需要开启 因为它这个不属于这个外设 传舷里面都是内核 的玩意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仔细点看一下 这里面没有 think notebo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讲这个外设 哪一个外设的时钟可以被开启 那我们在这个圈圈里面都找不到sysclock 大家可以看到 是吧 那说明这个东西是默认的什么 就已经开起来了 因为不在这里面 而是在这个sysclock在这里面 那就我们就不需要开启这个时钟 咱们就不需要编写什么 比如说把这个东西时钟打开 咱们不需要了 应该来讲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 接下来我们再进行下面一步 我们要输出这个信息 第一个是我们想输出这个信息 我们来输出一下 我们首先 定一个变量 定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 一个变量是用来保存秒信号 一个变量保存什么 咱们把这里删了 然后这个语句 我们要实现 将 将 秒和 分的数据 上传到尚未计 就是这意思 咱们在一定的变量 一个变量是 那是ec 叫什么 秒信号 一个变量是me 就是分信号 是吧 咱们在做这个之前 把这个先引掉 咱们在做这个之前 首先这个秒信号 假如说秒信号 它等于多少呢 从30秒开始计数 此时这个30秒 分信号就等于1分钟 就等于1分钟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从1分30秒开始数数 那么数数每过一秒 咱们就在这个秒信号加1 当他秒信号加到59 加到59再加1的时候 这个秒信号应该变成0 只是分信号进1 对不对 咱应该要实现这个算法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实现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这个秒信号会来 秒信号会来 什么时候秒信号会来 首先我们来告这一个死循环 在这里 一直等到秒信号 在这里群房 如果 如果得到一个秒信号 也是秒增加的信号 那么这个秒增加的信号 是根据这个里面 设置的这个clock 设置这个技术值 它 这个reload设置这个装载值 当它从0开始 从9兆开始减减到0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信号 我们前面讲了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信号 就会产生一个标志量 那全是一个标志 所以我们应该来找到这个标志这个函数 这个标志告诉我怎么用呢 这个标志告诉我 这个标志告诉我 得到get标志 这标志告诉我 它可能 你这个 sys 以这个sys sys current 这里告诉我怎么使用的 sys tick flag 以这样的一个变量传进去 用于检查 sys的标志位 是否适质 是否适质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来去检查 反飞sys的flag的新状态 新状态 那么这个里面的sys getSysClock 就是说这个技术的flag 是否被试字 是否被试字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 我们也按照这样子来来来来来 编程 咱先不管它三加十一 先按照这个来编程 他告诉我就这么实用 把这个变量放到前面来 我看看啊 放到这里 它会不会不会报错啊 我看看QR是否这么强大 不报错啊 看看它报报错 好 然后如果等于reset 怎么办 等于否则怎么办 我们来远一下 有两个warning warning说这个东西没有用 那说明我在这里这样定义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找到这个的原函数 其实我们已经看不清 看不清楚这个这个库里面是怎么 是什么意思了 咱们就直接看到它的原函数 这个库里面告诉我又返回一个叫做count值 至上次被读取技术 技术到0 还有其他的什么值 这里标这个范例是用的这个值 那我们直接来看看 sist clock 他告诉我你可以得到可以设置这几种值 这几种值 等于sist clock 愿余生三 这个我们不管 那么他在这里面进行了几种设置 这里写的好复杂的 等于reset aset 是自1 自1或者清零 对不对 自1或者清零 是这个count flag是被四字还是没有 我们前面PPT也进行了一个讲解 这个讲解告诉我们这个里面 如果 如果在上次读取本条 这个已经 已经数到0了 则该为之1 那么就是四字为0 对不对 四字为1 我们就看它 四字是否为1 是否为1 如果等于 sist reset reset就是清零 咱怎么办 咱 咱暂时不做什么事情 否则的话咱们做一件什么事情 否则那就等于set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秒呀 就就需要增加了 sec 就要加加加 对不对 加加加 加完之后 先不管那么多 先把它加加加 加完之后把这个值怎么办 输出来 输出到这里来 百分D 输出sec的这个值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 先我们程序调试一下再说 好没有问题 把程序我们把硬件接上 把硬件接上 好 好 咱把程序 在硬件上跑一下 减速运行 咱得不到什么消息啊 这不行 我们来看看问题在哪里出了 出了小小的问题 没有 没有显示信息 我们首先这样 首先在这里面输出一个 prandf 这里 打印 打印出了一个 叫做 the time the time the time is 先输出这个 the time is 让我们上位级可以看到信息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 configuration set take 好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曲子放在哪里 我们先是 先这样吧 在这里面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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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这个GPIO的config是需要的 忘记了 因为GPIO的话 它又配置有RT3的这个功能 RT3它用到了一个重音设 那必须将引脚配置一下 这个忘记了 我们再来 好 这时候Time is 有数据了 41 12 43 44 一秒一次 对吧 一秒一次就出来了 秒信号 这是我们的秒信号 960 那我们的秒信号出来了 我们得到了这个秒信号之后 那么说明我们已经成功了 成功了一大半了 那么接下来就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 怎么处理呢 那当秒信号到了60 咱们就把它怎么办呢 如果它等于60的情况下面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sector就怎么办 就清零 对不对 清零 同时把min呢 再加加 秒呢 表示加加 对吧 好 来做到这一步 然后我们显示的这个时间上面呢 咱们这样显示 显示一个 ifnd 冒号 写个问题 是吧 咱们这样子 那么这个首先那个冒号里面 命 然后sector 就是几分几秒 那这里这个冒号用来分割它 咱们做一个这样的运势 好 我们来全数运行一下 哎 把这个窗口清一下 一分三十五 三十六 一分三十九 一分四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五十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秒信号 好 两分 对不对 好 两分零几秒就出来了 那么很好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所要的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就可以正常的显示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也讲到的这个 秒分的 怎么样用sysdig 来进行精确的 这个进行这个精确的时间的 计算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给大家布置一个 作业 布置一个作业 那么这个作业是这样子的 大家知道我们这里面 有这个式字 有这个这个式字 那么来这是我们的 作为 我们来解释一下 在这个里面 这个窗口 是我们的一个 下位级发送到上位级的一个 显示窗口 也就是说 我由 arm主板 kodex的这个芯片 发送的窗口的消息 将在这个里面进行显示 好 这是这一个 那么 除了这个之外 这边还有的是什么呢 这下面的这里 这个下面呢 就是可以作为输入 你比如说 我又发送一个 1 我点这边的发送 那么就是由上位级 往下位级发数据 你看我这里 这里显示一个 R 这里显示一个R 表示我接收到的数据 这里显个S 表示我要发送的数据下去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 我再发一个R 我再点一下 那么这里就发一个R下去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有时候我们发送一个字符 发生一个数字 发生一个数据 比如说01 数据发下去 02 03 那么我们现在 给大家 给提一个 科后作业 就是什么 你在我这里的基础上 SysTig的这个对分秒进行计算的 这个技术上 现在做一个过程 第1个过程 增加小时 增加小时的表示 这第1个 第2个 你能不能够 有 上位机 通过 发送 数据的方式 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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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什么 下位机的 这个 时间 时间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上面上位机 比如说我计数到了1小时1分1分 29秒 我可以通过上位机来发生一些数据 比如我想设置一个分 想设置一个分 我在这个下面就 发送一个 字符下去 比如说我发送011 表示我下去 想设置他的小时 设置他的小时 那么我小时设置他为多少呢 我设置他为12 那么就是我这样发一个 我会发一个012 下去 好 发一个012 下去 那么就是将小时设置为 那么这个第1个01 表示我又发的是 设置小时 第2个12 表示我又设置成的数据 那么这里自然而然就改成 12点 开始 第12个小时 开始计数 也就是我能够下面进行修改 完成一个 更为 这个 可以设置 可以由上位机来设置的一个这样子的 下面的一个就是这个时钟 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做 第3个 还做一个扩展 第3个 如果不用 系统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那不用自带的这个函数库 函数库 你 能否 直接 通过 操作 寄存器的 方式 来 编写 时钟 程序 这就是我留给大家的第2个作业 你能不能够 用操作寄存器的方式 回过我们以前操作寄存器的方式 来编写 这样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 时钟程序 这留给大家的 两个 作业 然后 的话 呢 是的 所以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